跟中國國民黨那個 薩利亞他現在要去中國 然後說是因為要幫助台上 然後不過蔣萬安說 副長就是很有辦法啊 趕快幫台北市民長 都會廣告 我看蔣萬安講的 對 所以我才講就是說 沒有站在國家的一個高度來看當 用政黨的鬥爭在看自由民主 坦白講我覺得這不可取 我們大家知道 如果在心理上的建設不足 當你這個新房被破除了以後 那其實很多事情到後來都變成是 就無奈的就這樣子發生了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報紙 今天很感動就是 7月1號1997 7月1號 信有明天 香港信有明天 當那一剎那那個報紙登出 信有明天的時候 其實26年之後的香港 其實就已經被看到了 我們不能這樣子 對 所以我才講就是說 沒有站在國家的一個高度來看當 用政黨的鬥爭在看自由民主 坦白講我覺得這不可取 市長想要再請教一下 關於林志堅的論文 因為今天講完也有提到說 過去部長您稱 講完稱這個林志堅是您的盟友 那現在好像出了論文的事情 是幾個切割想要下去 第一個 林志堅還是我的盟友 這仍然沒有變 那第二個在學論上面 是一個專業的問題 要在體制內去解決 所以任何人在這個時候 一定要來扣帽子 我覺得都沒有意義 那是一個體制上的問題 那自有攻斷 部長你怎麼看 因為您的進行總部主委高嘉瑜 再度提到一時五一這個說法 那這代表部長的想法嗎 然後另外柯文哲今天掌受訪的時候說 民進黨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就是一個字 UGLY 怎麼看到他這個用自己的字 哪個部分是UGLY 就是民進黨在處理 民之間的論文上面 這整件事情一個字 OK 那第一個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我們本黨裡面 我們幾位發言人 各有不同的想法 但對於自由民主的堅持 都是一樣的 對於國家的愛護 鄉土的愛護都是一樣的 那當然大家都當到立法委員 一定對有一些事情一定會有看法上的不同 但是我們這都尊重 這也是在民進黨裡面非常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價值 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 但如果我們需要一致的時候 當我們討論定案 我們需要一致的時候 我們就會一致 這是我們可以經過充分的討論 另外也可以表現黨的一個意志 然後第二個要把這事情形容作UGLY 應該要清楚的講到哪個地方是醜陋了 當然在文上面 在學論上面要被討論 那是在學論上面被討論 但是用泛泛的一句話來醜化 他說UGLY就是在醜化 用醜化事情來看到一個體制爭論的事情 我想這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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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發臉笑 像在臉上有PO文 跟王世堅的頭照 然後被網友說是民進黨的惡良性 然後說是在諷刺林世堅市長 那不知道部長總的 他就覺得這個時機有點不太合適嗎 還是覺得說高委員 不會 這都是一個 本黨都是有多元的 這樣的一個傳統 謝謝 部長我要問詩這題 部長我要問詩這題 好 最後一題 好 來 部長 因為你有提這個內湖解放 那黃珊珊批評說是化大餅 不是成功主義 是騙票 那這段話你有什麼想法 那就請黃副市長 認為我們的方案不好 不可行 那總是要找一個方法出來啊 難道他就已經就是說 完全都放棄了嗎 那我們是不放棄 那他要放棄 那就清楚講出來他要放棄 但我們仍然不放棄 我們還積極的招寫方 我們的方案提出來 不是就這樣就定案 我們尋求社會先達 各種不同的意見 我們還可以滾動式的修正 但是我們不放棄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laughs 請… 感谢观看